很多小伙伴一踢到减脂这两个字 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 只要我少吃多运动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执行起来要比想象中难很多 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冲刺跑 而是一场马拉松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一个阿根廷的小哥呢 一开始参加了一个电视减肥节目 一开始他成功的减掉了300多斤 然后最终赢得了那个电视比赛的冠军 但拿到冠军之后 他的体重迅速反弹 不仅回到了之前的重量 反而一度涨到了900多斤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呢 是因为很多小伙伴认为 只要我达到了这个减脂目标 短期承受一定的痛苦之后呢 我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但实际上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减脂 或者你采用非常极端的方式的话 最终都会有反弹的现象发生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将会教给大家10个小技巧 来帮助你达到自己的减脂目标 不仅会避免反弹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你 培养一个良好的减脂习惯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很多小伙伴说 帅哥你最近为什么不拍Vlog了 我?拍Vlog? I'm sorry 今天其实可以算是一个Vlog吧 最近生活比较平淡 每天都差不多 原因是咱们一直在进行 那个60天的夏日挑战 那今天利用这点时间呢 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减脂期的一些小技巧 现在呢是早上8点半 距离我训练还有点时间 所以咱们现在可以去趟超市 我又来到了这个超市 我又来到了这个超市 既然到了超市 咱们就讲一讲跟饮食相关的东西 大家看到只要是这种带包装的食物 基本上后面都会有标签 读这种标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让你减脂期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变得简单很多 在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一般都会怎么看标签 就以这个乖乖为例子吧 大家看它的标签在这里 第一眼咱们要看的呢 是它的计量单位 因为如果你只看数据的话 有些食物它的糖和油都非常少 是因为它的单位很小 放多了其实还是会超标的 就比如说上次咱们放的那个喷油 然后咱们看的就是它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量 一般情况下呢 我会尽可能的避免这种高糖高脂肪 或者有transfat的食物 如果是加工过的食物 我还会看它备注里的一些成分 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淀粉类 糖类还有油类这种添加剂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标签上写的0 它并不代表真的是0 只要是小于0.4的数据都可以写成0 所以还是以那个喷油为例子 它喷多了跟普通的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哦 乖乖还是很好吃的 但是吃不了 第二个小技巧呢 就是把你平时吃的调料 换成那种低盐低糖低脂肪的调料 还记得我曾经当教练的时候 我每天呢都会让我的一些学员发他的饮食给我 有的学员每天吃的都很干净 但就是剪不下去 后来我才发现他每顿饭都有放这个老干妈 大家看一下老干妈后面的标签哈 每两勺有16克的脂肪 8克的碳水化合物 两勺的卡路里就已经有190卡了 这跟你平时饭前放很多油 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种 平时我最常吃的调料 这个零卡的辣椒酱 刚好咱们说完你该如何看标签 正好看一下 它后面都是零 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强烈推荐 当然了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好的调料 我相信在你学会如何看标签之后 也能做出非常好的选择了吧 OK 当一个人吃饱了呢 你的胃就会发信号给你的大脑 说我吃饱了你就别让我再吃了 喝更多的水呢会加快这个过程 所以就会更容易让你有饱腹感 难道这就是很多人吃自助餐之前不喝水的原因吗 除此之外呢 我看很多小伙伴为了体重秤上看得开心一点 它居然会减少你喝水的量 但这样的话其实会起反作用 因为缺水呢会让你体内更容易囤积废物 贬密 所以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重 更重要的是咱们人身体代谢脂肪的反应 叫做Lipolysis 整个反应的过程呢都需要水来进行参与 所以说想要减脂呢 你就必须喝够足够的水 美国国家医学会建议呢 成年女生每天要喝至少2.7升的水 而男生呢要至少喝到3.7升的水 像这么一桶刚好是3.7升 如果你跟我一样每天运动量非常大的话 我建议女生呢要喝到3.7升 而男生呢要喝到5.2升左右 这样会更大程度的加快你体内的新陈代谢 我今天好像滑滑板过来的 终于到家了 现在呢需要准备一下今天的备餐 但是在这之前呢有个小技巧想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刚开始减脂 不计算摄入量的话 你只需要把自己平时吃饭的这种盘子 或者碗呢换成这种小一号的 就可以减掉一些体重 但是这样减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可能会遇到平台期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 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要建议大家 要粗略地计算一下自己的宏观摄入量 这样的话在你吃东西的时候 大概能吃多少你心里就会有数了 计算方法现在有很多种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任何这种可以计算的小工具 比如说那种薄荷呀或者是finance pile都可以 按照它们上面的要求一步一步来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很快地算出 你自己的宏观摄入量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体重变化比较快的话 每隔一到两周 你就需要重新地计算一下 因为你的体重基数变了嘛 这样的话就会尽可能地 避免你平抬期的出现 因为我每次出门呢都需要至少三个小时 所以基本上我都会带上我的备餐 这个好处其实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控制自己吃了什么吃了多少 相比于在外面吃饭呢还会节省更多的钱和时间 而且当你一旦在外面饿了手头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有减脂目标的小伙伴 提前准备好你一天的食物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健康餐呢 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哦对了 如果你实在是饿得不行 可以身边准备一些这种 零糖的口香糖 或者是这种零糖的茶 虽然它不是最理想的零食 因为口香糖还是会影响你的胰岛素水平 但是当你嘴里有东西嚼的时候 它会大大的缓解你的饥饿感 会避免让你有那种在冲动的驱使下吃一些东西 这边有个名词叫impulsive eating 所以爱吃零食的小伙伴 可以备一些这种东西在你的手边 OK到时间了 咱们现在去训练 好 kalau这样 чтоб你先回忆 Dé closet ucken ную 但 in driver LUĂ 100 咱这里 哥 大家看到我跟我的教练呢 还有我的好朋友进行了一个强度非常大的背部训练 现在一般我会跟教练一周练三到四次 然后Leo呢每周都会从尔湾距离这里面一个半小时的地方开过来 一三五真的扭逼啊 没有没有 其实跟大家讲呢每个人都有惰性对吧 就算再喜欢健身的人呢有时候也会因为懒不想去训练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来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比如说提前把你的训练计划写下来啊 找你的教练还有你的小伙伴每周把下一周的这个计划安排好 这样的话你创造的环境就会逼着你去训练 慢慢的你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了 哎呦我去麦克你干嘛呢 哎呦头尾鼓冠军 哇这个小朋友回家了拜拜 下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设置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设置比较现实的目标 你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弹 所以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 比如说一周减一到两斤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实现和达到的 当你达到每周减一到两斤的这个过程呢 奖励自己一些小东西 衣服啊鞋子啊 千万不要奖励自己火锅啊 这样的话会长时间的培养一个正面反馈的机制 99只就容易帮助你养成一个长期减脂的习惯 哎呦 我有个问题 小心大家 如果你一周只能吃一次欺骗餐 你会选择吃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火锅 辣的那 虽然每次吃我都拉肚子 但我就想吃 说到欺骗餐 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理解这个原理 认为只要吃一段时间健康的食物 就可以随便吃任何东西来奖励自己 实际上欺骗餐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起初欺骗餐的原理是 在你执行非常非常严格的 精确到克的那种饮食 一段时间之后 为了让你的身体避免适应这种饮食呢 而通过吃一些别的东西 来打乱你的新陈代谢 从而避免这个平台气的出现 但其实大部分人呢 都不会像运动员那样 每天计算自己的食物量 精确到克 如果你每天吃的都不一样 或者每天吃的量都有区别的话 就根本就不存在欺骗餐这个概念 所以对于刚开始减脂的小伙伴呢 不需要过多考虑欺骗餐的这个概念哦 而是要找出一个既可以长期坚持 又比你平时消耗量要少的饮食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吃不了欺骗餐 可以用些别的东西来奖励自己吧 就比如说我经常买一些衣服 最后一点也是我自己个人做的最不好的一点 就是睡眠 睡眠对于减脂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 起初我不太理解 因为我每天都有监控自己的体重的时候 我发现我睡多睡少 我体重都会往下掉 但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 他说睡多睡少确实对你减重没有太多的影响 但是它却对于你减脂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上说当你睡不好的时候 你在睡眠中的染脂量是平时的二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脂肪 而不单单是减重的话 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本身有睡眠的问题 所以之前我看了一本叫做睡眠革命的书 它里面有个概念非常有意思 就是每个人每天你只要睡够五个周期就足够了 一个周期一个半小时 有时候晚上睡的不够 白天我会补几个小时 我目前一直在使用这套方法感觉还不错 所以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读一读那本书 而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这十点减脂技巧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图片 大家只需要关注公主号建筑师 并在里面回复减脂技巧 就可以看到我总结的十点小卡片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去睡觉了 med Crossroad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